是也在今天上午開放八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預約接種新冠疫苗 但是有診所授出預約系統表示 上頭完全沒有區分預約的時段 那麼診所詢問市政府該如何解決 沒有想到市府相關留言卻說 診所要自己打電話給預約者約時段 診所授出與臺北市政府的line截圖 那麼臺北市政府的發言人陳志涵回應 目前臺北市確實還沒有開放預約的時段 這兩天會請健康服務中心跟診所確定 用簡訊來通知長輩們接種的時間 那麼截至今天晚上八點 已經有兩萬八千九百八十一人取號 無奈的是 診所在週末上班 人力是不足的 長輩們也不愛接電話 現在就怕下週二早上開打 要打疫苗的長輩一下子通通都湧入診所 還要請醫護人員額外加班 那麼目前一百一十三家的醫療院所 都預約而滿 行政程序還跟不上 也讓配合疫苗接種的診所 在短午假期無法好好休息